我有一個城池,我就叫做諸侯, 我有兩個城池,我就叫做諸侯, 諸侯與諸侯之間,可能經常打, 經常打,你沒時間,你種植,沒時間,有收入又怎樣? 我派兩個人去搶旁邊,很簡單,很方便, 近地,兩三個船就搞定, 搶回來,有錢,金文珠寶, 所以形成他們為何過來搶? 有人帶路,有漢奸帶路,那個不夠我搶, 所以你一路由這個中, 明朝的中期一路不斷搶,搶到要斥繼光出現了, 它才是改變了這個形勢, 斥繼光的生平大概是五二八年, 叫做一五八八年,大概六十歲左右, 他封號叫武藝,山東縫內人, 在縫內出生,但是他的組織其實就是另一個地方, 我們就不說了, 有一個當時的幾出名的余大游將軍跟他齊名, 為什麼呢? 余大游原來帶一支棍,叫做棍王, 一支木棍,我們應該不是木棍, 應該是藤,可能叫做胡陽木, 胡陽木最厲害,中國人做一定是胡陽木, 那些棍,棍王,最厲害的棍法, 後來他都很謙虛,斥繼光, 斥繼光其實有斥加槍的槍法, 槍就前面有尖, 他學了余大游的軍法,請他。 那個余大游是不是少林冇僧? 什麼? 少林冇僧? 不是。 他有一批少林冇僧幫過他。 是,我等一下講,少林冇僧是幫斥繼光的, 在後面那次加軍,余大游不是余大游, 是家傳那個棍法的, 是,他最厲害的,斥繼光就是有兩本兵書, 一本叫《紀孝新書》,一本叫《練兵實記》,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我們清朝的四副全書收集二十本兵書, 二十本兵書當中他佔兩本, 哇,百分之十, 你說他這個成就在兵學上的成就相當高, 紫紫堂集就是他那些詩文, 我們講一下文通武,他的詩文都很厲害, 自小就習武,自小打功夫因為他爸爸, 最遠祖就是幫朱元璋打天下, 所以給了一個世襲的軍官去做, 即是那些叫做普通的帝級軍官, 就是世襲,即是炸得做, 自小就有戚家槍法,又玩, 他玩什麼呢?除了玩武器之外, 就玩鎮法, 就有些沙、插旗, 怎樣打怎樣打, 玩那些, 所以人就是你在那樣的氣氛當中培養, 就不同, 但是一個好壞的消息, 剛剛有朋友跟我說, 不知真是假, 他說明年的日本的中學教科書, 就有講自衛課程, 日本的自衛軍, 我們參軍, 空軍水的, 即是什麼? 即是武士道精神就來了, 要有些軍事的強大, 有些信號, 唉慘了, 但是他打完武之後, 為什麼要入文呢? 據個故事這樣說的, 他很年輕, 很年輕, 很年輕, 很出名, 那一次, 在街上遇到一個老伯, 老伯, 你是不是叫刺濟江? 是啊, 你很差的, 嘩, 這樣就很差, 你都不懂寫字, 寫字都不差, 我知道你打功夫, 但是你寫字很差, 你懂不懂由此作為, 是不是? 那將來你做了將軍, 你寫一條命令出去, 叫兵出去打仗, 你懂得寫字嗎? 噢, 熬了水, 不懂, 發作為兵書, 嘩, 結果一罵, 醒了, 他馬上虎讀, 中文虎讀, 詩書, 人是需要的, 你整輩都做前線打仗那個嗎? 當然要做什麼? 做將軍, 既然你想做將軍, 就懂策略, 謀略, 兵書, 是否會錄, 就不只是會打, 所以有個故事就這樣講, 另一個故事很有趣, 他就很怕老婆, 怕老婆, 我們講的東西, 怕老婆不怕, 發財的, 怕老婆, 就叫他, 給他一些佛下, 你這麼差事, 打老婆, 好, 我們的士兵, 閘了規格, 閘了刀, 阿沙里騰騰, 助理威, 助理威, 請老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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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來到, 他老婆, 看老, 老婆, 幹什麼? 嚇到你, 不是, 請你來, 檢訓, 他又聰明, 不是說欺負你, 不是, 請你來檢訓, 老婆姐, 都是怕, 怕老婆就慘, 有有好, 怕到沒有兒子生, 老婆沒有兒子生, 他老婆說, 不行啊, 我們立即保候, 不行啊, 不行啊, 看啊, 不行啊, 老婆好兇的, 秘密啊, 在外面找個, 我幫你, 那老婆不行啊, 要有傳宗接婆, 就是嘛, 那就娶了, 真是秘密啊, 真是秘密啊, 那就幫他, 娶了一個, 又沒得生啊, 就娶了一個, 又沒得生啊, 娶了兩個都沒得生啊, 那就娶了, 打算娶了第三個, 那些罩罩的聲音, 一起有, 所以戚技官後來 很多子孫的, 那老婆後來知道啊, 知道, 先生氣了, 快點老爺, 奶奶出面啊, 是吧, 算了, 沒法智了, 自己, 誰叫自己, 這件事幫不到老公嗎, 打仗他幫不到啊, 他跟著老公出去打仗, 跟著老公出去打仗, 就做不到家裡的東西了, 不就做外面的東西了, 處不到內在處外了, 所以呢, 有時候人, 我們講一下這些, 花邊新聞都很好笑, 他剛才說了, 在山東的時候, 就有人沒有正面交鋒 跟日本人, 他就在那裡去訓練, 雖然那五千兵的, 又多又不是多, 又少又少, 他訓練到那些兵呢, 是可以海戰, 陸戰, 怎樣天排他們, 即任他玩, 任他去訓練那些士兵, 令到他在那個經歷, 在過程當中, 可以發揮自己的才華, 以及怎樣去訓練呢, 將那些記錄寫了, 他就學了一件事, 學了天文地理, 打海戰, 和打落戰其實一樣, 天文地理要懂, 幾時朝將, 幾時朝退, 朝將就算了, 賣不賣到來, 朝退賣不賣就賣不到了, 朝將賣不賣到來, 朝將賣到來, 即人家的兵一湧就上岸了, 那你怎樣防守呢, 在哪裏要防守, 哪裏要防守, 所以朝夕的漲退, 海岸線的情況要知道, 反正我們打了陸上戰, 孫子彭都講了, 哇, 地營山村, 氣候全部要知道, 那裏有個洞, 人家不知道的, 就掉了敵人, 你自己不知道的, 已經掉了下去了, 是不是, 所以打仗是天時地理, 全部都要知道, 所以即是講, 在那段時間, 其實有一個好處, 學到怎樣練兵, 他一個詩句, 封後非我意, 但願海波平, 就是講時候, 現在, 在山東, 我們見到的, 鳳來, 鳳來縣, 這些是他當時明朝的死, 鳳來縣, 那裏叫做, 好了, 講到威水爺, 很簡單, 三戰靜乾坤, 四千個, 四千個明朝軍隊, 八百個倭寇, 贏了吧, 嘩, 一碰, 剛才我講, 一打, 人家知道, 東洋刀長, 便走, 縮了, 對不對, 不行了, 他知道是這樣, 那怎麼辦, 開始改良兵器, 長的, 長的兵器, 那些長槍, 我們叫做鷹槍, 對不對, 那不是刀, 鷹槍, 我們叫做, 長過你, 鍋刀, 但你要懂得打才行, 那又不行了, 我們用竹, 中國人最低用竹, 竹, 前面打裂它, 即是打開它, 即是那些浪三竹, 前面把它破得很幼的, 後面就不破了, 這樣拿著, 一撩的時候, 刀一撩下來, 你用那些刀, 鑽住那些刀, 隔壁那個, 又衝過去, 在下面有個小刀, 打贏, 除非縮一次, 縮一次, 縮一次, 我就繼續對, 因為你有距離, 他就這樣去考慮用戰陣, 我人多, 其實, 我人多便可用戰陣, 前面一個, 基本是十一個人, 這兩面, 那些長的, 那些矛, 有時用那些後面是鐵的, 有時用整支竹都行, 幾個方法, 有長短的兵器, 怎樣擺, 全部有的, 這樣, 又有刀, 又有盾牌, 又要研究過那些日本人的刀法, 它自己創造了一個刀法, 新有刀法, 怎樣排陣, 它那個陣還可以變的, 基本上, 就叫做鴛鴦陣, 兩邊, 但是可以拆開, 三個人變成一個小陣, 兩人又行, 叫做鴛鴦陣, 即是在那個, 如果窄的地方, 十一個人排出很寬的, 它就變成一個小的陣, 在那些街道窄, 它就兩個人, 三個人, 總之, 我人多著數, 我就三個人對一個人, 如果大擺開的, 我就擺十個人一陣, 幾百人衝過來, 那十一個人頂得住, 為什麼? 一個陣型, 互相保護, 互相牽制著對方, 但是用這樣的方法, 它就考慮著用陣, 所以考慮著陣, 一經這樣衝上去打, 都是害怕, 都是退, 它怎樣呢? 站在高一點的地方, 它見到原來那些, 倭寇, 通常就是那個, 真倭, 日本人帶頭, 它帶得最好, 後面那班人跟著, 可能有些日本人, 有些不是日本人, 漢奸跟著, 分三小隊, 三條, 隊形, 它一射, 射前面那個, 射中日本人, 那個領隊, 那便死了, 那繼續衝過來, 第二戰, 又射, 又中, 袖運射的日本人, 我看過, 那些帶頭, 第三戰, 射完那個, 三小隊, 隊主全部死了, 後面都害怕了, 開始, 中掉頭走過來, 這樣才爺, 靠他的那些戰, 神戰, 真厲害, 神戰, 這樣才, 他想想想, 不行了, 怎樣不行了, 戰陣都要什麼, 找些厲害的, 好的士兵, 才搞定, 自己招募, 就在這裏講, 招募那些兵, 特別了, 招募那些人去幫他, 去到那個叫做, 溫州的地方, 見到兩幫人打架, 嘩, 那個人打得這麼厲害, 每個人都打得這麼厲害, 那個鬼人, 然後, 前面有幾個少林的, 那些武爭的, 帶頭打, 就搶礦場, 搶礦, 在那裏幫村民打, 叫他們不要打, 不如為朝廷下力, 找了這幫人, 精挑細選, 你皮膚這麼白, 無得不請你, 為何不請你, 因為你, 你做不到粗筒的事了, 皮膚這麼大, 你沒有曬過, 做個城市那些, 做個太太的城市, 又不行, 打個仗輸過, 又不行, 最好什麼, 那些是抗工, 勞動力強的, 但是, 又什麼, 捱得的, 就找那些, 所以呢, 超過了三千人, 自己訓練, 成為戚家軍, 自己去成為什麼, 現在的海炮特擊隊, 海軍陸戰隊, 最精銳的, 就是戚家軍, 還有, 軍紀嚴明, 不准進去, 別人民居, 下一粒米, 誰進去的, 即殺頭, 包括他自己, 他自己真的要嚴明, 有一次去到個地方, 下大雨, 各個站在街上, 避雨, 那些居民就說, 你那些屋, 避雨, 那些軍隊, 不行啊, 張軍說不准啊, 軍紀來的, 那些人就, 那些人就, 就立刻, 那些士兵, 你不要冷親啊, 臨雨冷親啊, 他說, 如果我進去, 就所有進去, 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自己是個領袖, 就不能做到這件事, 所以, 這個很重要, 所以, 在這裡, 就找了三千人, 教他們, 第一個月呢, 就練體力, 第二個月呢, 練那些兵器, 要練到什麼呢, 練到一段距離呢, 要練一支短的矛, 是中到什麼呢, 銅錢, 以前猜用銅錢的嘛, 大概十步到, 一飛, 即是說, 如果那個日本那個, 敵人在前面, 十步的, 一飛, 即中即死, 銅錢都打到啊, 打什麼都打到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兵器, 設計出來, 很多的, 不同的兵器, 對付不同的情況, 的戰陣, 這些工程的車, 抵擋著,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鮮狼, 還有一件事, 它是當時我們說, 就是, 葡萄牙已經租了給, 不是, 外門租了給葡萄牙了, 葡萄牙人就帶了一些槍來, 賣給我們, 賣軍火了, 我們買了, 明前派給那些, 邊防的租軍, 也派給設計方, 即是自己改良, 自己改良, 自己發明地雷, 全世界地雷, 第一個發明, 為甚麼呢? 他將那些爆炸品, 用幾條線拉開, 用一個總掣, 遮住不讓人知道, 一到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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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一起爆, 即是隱藏了, 他自己也教功夫, 說回槍法, 除了他自己的槍法, 原來他後來遇到一個文官, 那個文官, 原來沒人知道, 原來他是楊家槍法的傳人, 他後來知道, 向他請教, 我們比試一下, 一比, 一跨兩下, 馬上輸了, 即是公書, 不看頭地, 向他請教, 這個文官, 給他年紀大, 真的教了他楊家槍法, 所以他的楊家槍法, 有楊家槍法, 也都有那個棍, 余大佑那個棍法, 這個唐順之, 這個唐順之, 不單是教他楊家槍法, 原來他一直做官, 那些官會調來調去的, 他觀察日本人那些東西, 寫了些, 怎樣去打倭寇的方法, 寫了些, 就給他參考, 給他參考, 所以我們說, 他訓練士兵, 士兵是關鍵, 武器是重點, 所以改良武器, 謀略是保障, 建軍是要施上, 要令到那些軍隊, 跟你一起, 一條心, 打敵人, 這樣就要打, 如果大家都不同想法的, 慘了, 就散了, 軍心一散就沒有了, 好了, 台州大節, 我們要講的, 就是, 一個地方, 台州, 它不是一個縣, 一個比較闊的地方, 總共打了十三次, 十三場仗, 殺了五千五百個倭寇, 一條, 自己, 赤家軍, 海豹六戰隊, 陣亡了二十人, 它三千軍隊, 三千軍隊, 死了二十個, 打完這場仗之後, 倭寇不敢再來折江閘, 以小打大, 常常人都是, 因為它有戰陣, 它贏的, 因為它只有三千人, 而且分了兩批, 每批千五人, 當時倭寇在台州附近, 有兩萬人, 次的常人是怎樣? 原來它聽到消息, 來打台州某個地方, 去打吧, 原來不是, 原來它主力, 它分了, 那些倭寇都分了幾批人, 原來它有主力, 又去打台州的, 他們打了去那裡三天, 因為通常三天, 乾涼, 吃光了, 即刻夜行, 每人揹著二十五公斤, 因為你知道, 凡是特種部隊一定有裝備, 真的它都有裝備, 二十五公斤裝備, 一夜行, 一百一十華裏, 留夜行, 沒有得休息, 去到回到台州樹, 那些日本軍隊還未到, 他們在那裡休息, 跟著, 那些人就說, 咦, 你們未吃東西, 我們煮飯給你們吃, 在花街那個地方, 他說, 不如你們煮, 他跟兵講, 你想我們吃吃, 人家打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打完, 回來, 很安樂地吃飯, 好, 我們一齊打, 空著腦, 就去打,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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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改場仗, 在花街上, 殺死了千四, 千四人, 只有三個人陣亡, 只有一場仗, 這樣打完回來, 慢慢吃飯, 即便就打下一場, 一定是那些十三場仗, 他那些倭寇分開幾批人, 有戰略, 有策略, 有士氣, 還有一件事, 是他提出的, 今天我們, 凡是研究中日本人的人, 要研究一下, 窩非大創盡千, 終不能到期再治, 打日本人要打到什麼, 打到他死, 打到他盡, 打到他沒有聲音, 你想問一下, 那些倭寇是什麼人? 日本人, 為主, 就是說帶頭一點,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會走到那裡? 後面那些是漢奸搞窩, 連賣搞窩, 連賣搞窩, 為什麼? 那些頭目有沒有名稱? 有的, 有的, 頭目有名稱的, 有些都說由那些日本的諸侯, 派他來的, 那些頭目, 那些真是厲害功夫的, 真是武士來的, 所以, 在歷史那裡有詳細記載的, 我就沒有那麼詳細講, 港會講, 他們有, 帶他們來的, 那這邊來到, 那些海盜, 我們看到海盜的名字, 我們都有些講, 汪籍那些, 他們就串起來, 為什麼? 他們有些是做海盜的, 既然我們在中國自己偷東西, 不如他們就幫忙一起齊齊, 即是他們的戰鬥力強, 武士真是, 初初, 沒有詳細講之前, 打一分都贏, 那你就說, 這樣就不好, 一起打, 打天下, 大家分一下, 你幫我打, 那我就分一些東西給你, 我帶你去那裡打, 你又不知道哪裏有金人珠寶, 我帶你去就知道, 當時是這樣的關係, 會形成力量那麼大, 所以, 它這裡說是兩萬人, 其實是可能只有一、二千日本人, 百分之十, 或者低的都不定, 但是那些是很多, 有些是海獨, 他又懂得打架, 作誌懂武術, 不是平民百姓那些人, 中國那些漢奸, 不是普通人百姓, 我做漢奸, 不是的, 你想做漢奸, 你怕不死先, 你打仗死人, 你懂得功夫, 當時的冷兵器時代, 所以背景應該就是這樣, 所以這句說話就是, 當時斥繼綱提出來的, 如果我們不是大創, 不是盡簽, 盡簽兩次重要, 它一定要回來的, 因為它本身是厲害, 日本人, 它就懂得引誘我們的漢奸, 幫它守, 這樣就容易打, 好了, 它幾個人就可以帶一、二千人, 變成了, 那它永遠, 怎樣? 永遠就簽不了, 你一定要將它, 一定不能來, 那你本地的責任, 那你本地的責任,